说起过年随着家庭形态转为小家庭 台湾的年味淡了许多 不过在四川过年的气氛依然浓厚 习俗跟台湾大事上差不多 只是带着很多地方特色 像是围炉的那锅汤不是麻辣汤底 而是年年有余的那条鱼 可是不能够吃哦 没有想到只是吃一顿年夜饭而已 规矩可真不少 肉有滚滚 红烟颇辣 四川烤鱼华丽登场 它那个鱼经过烤了以后 那个味道变得很香 辣辣然后酥酥 香香的 外面酥脆 可是里面的肉是软的 然后它那个汤也是非常的饱满 吸满了那个汁之后咬进去 就是从嘴巴里慢慢散发出 那个麻麻辣辣的感觉 我觉得好香 好好吃 花椒麻干 焦香辣气 搭着烤鱼 焦质饱满 四川人平常吃着烤鱼咸克牙 要是遇上过年年夜饭 那条鱼比这开场更大 年年忧郁哦 那是年年有鱼不能吃的 热情火车顺着鱼味往上奔窜 在高温滚烫之中 貂皮瞬间转色 四川团圆夜就靠它火辣压阵 谁都不顺动它 因为代表说有鱼把它顺延下去了 所以说有一条鱼就是不能吃的 我的小时候如果说要去筷子 碰到那盘鱼 那倒大美了 罚贵啊 大过年也会 对啊 因为那造成全家人的不吉利啊 周玉士出身眷村 祖籍四川 前几年会成都过年 发现年夜餐桌上也是有两条鱼 只能大快朵鱼的是咸香麻辣豆瓣鱼 在我们家啦 鱼眼睛是留给长辈吃的 因为鱼眼睛特别好吃啊 它胶质又多 然后里面有一个圆猪猪咬起来 那QQ的 家里面啊 包括我的我老婆的家里 我老婆是河北人 她家里面也是一样 鱼眼睛是长辈要先动 长辈不动 后面才能动 四川脾线豆瓣是大陆豆瓣酱的霸主 产食200亿人民币 豆瓣鱼自然成为年菜担当 在四川惯用和鲜鲤鱼 终于是同样比照 因为这是姥姥的味道 我习惯用鲤鱼的原因是因为 从小家里面做这道菜 它就是鲤鱼 那变成小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所以说我在年纪的时候 会特别挑鲤鱼 它本身就是成体性的 它这饮食的习惯是 喜欢吃下面的 所以说它的土味会比较重一点 那我们必须要用这种 米酒水啦 花椒啦 葱姜啊 来去把它的土味给去除 以花椒米酒烟炮过后 在四川老家依然活力来游离去 先以油炸出力 但在台湾都是小家庭 周瑜是小小变化 在四川来讲我们是个大家族 过年随随便便二三十个人 那当然鱼的体质要大 那大的时候呢 那当然就 蒸就比较不方便了 因为家里面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蒸笼 在台湾终于是一个人 就能够独长大熟 又在四川厨房里 可就七嘴八舌非常热闹 厨房子很热闹啊 有的在洗菜叶啊 那有的在切肉啊 有的在调一些酱料啊 很忙的 小朋友啊 饿了就偷吃啊 捏一块就跑啊 那妈妈也不会骂他 只会说哎呀 烫啊烫啊 不要烫到嘴巴了 那我们有时候再炒菜啊 炒一炒 饿了也顺便吃啊 时至今日 四川年味 阴缘浓厚 总是欢欢喜喜的澎湃满桌 非常耍脆的回锅肉 也是周家的基本班底 回锅肉就是它煮熟了以后 再回锅去炒 叫回锅肉 为了做回锅肉 肥滋滋胖多多的五花肉 得先煮到七八分熟 这一锅用来煮肉的清汤白水 四川妈妈绝不浪费 因为年夜为卤就烤它 那这个叫做连锅汤 吃回锅肉就是要喝连锅汤 在当时大家的生活环境 不是那么的优渥 他们连就是煮肉的那个水啊 都舍不得倒掉 就会把它连着萝卜片啊什么的 一起来做一锅连锅汤 开四平淡其实充满了 地方妈妈的智慧 要去肉末加上冬日萝卜 一大锅清爽鲜甜 在红艳艳的麻辣餐桌上非常紧密 豆瓣鱼也好 回锅肉也好 很多都是重口味的了 你这时候汤当然要稍微清爽一点 就用煮回锅肉的连锅汤 来取代火锅的汤底 大人们一边熬汤 一边备着准备下锅的火锅配料 小朋友们则是期待 围炉之后的吉祥化时间 以前啊 也是爷爷奶奶 端坐在那种太史椅上 然后小朋友挨个磕头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好 摸摸你头 给个红包 现在没有再磕头了 现在随着磕技的进步 你手机来 找一下 微信红包就过去了 前几年周玉士都在四川过年 回到台湾开了烤鱼餐馆之后 实在离不开店 家乡年未靠自己的厨艺惠味 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在四川围炉之后 通常就是打牌就打牌 看春晚 看春晚 放鞭炮的放鞭炮 就很传统的 我们只要在台湾过年的话 都是这样子 就是好朋友什么 就是大家人越多越好聚在一起啊 对 因为人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来的 尽管少了大家子团圆的热闹 但夫妻俩在自家的烤鱼小店里 呼喷饮伴 照样是牛气冲天 练练有鱼 嗯 就像了一样 bell 像头像 白东似的 热闹 录降 竟然是